新加坡国庆预言已经开始 上周 新加坡市中心大风路 坦克 装甲车 战斗机 全出动 除了各种平时看不到的军车 最让人期待的莫过于烟花了 新加坡每年跨年夜也会放烟花 但今年是新加坡开步200周年 国庆庆典的烟花表演应该是相当隆重的 连国庆庆典的预言也会有烟花压咒 让我们来看看这烟花到底有多美 周围有不少人被吸引住了 站在河边观赏这场盛宴 说到这儿 到底有哪些地方 可以免费观赏到这些绚烂的烟花呢 新加坡员给你们贴心整理了一份 最佳烟花观赏地 鱼尾施公园 这里每一年都会堆满了看烟花的人 特别是国庆节当天 所以记得提早去抢威州 滨海过道 这条过道就是连接滨海艺术中心和鱼尾施公园的那条长长的桥 国庆当天也是人满为患 滨海艺术中心 也就是大榴莲 记得早点去找个开烟花的好位子 滨海湾中央夹 这里是一块大草坪 很多人会早早地约上亲朋好友 在这里野餐聚会 等待着烟花开始 金沙 金沙就在浮动舞台的对面 商场正门前的大空地 也是看烟花的极佳地点哦 滨海堤坝 这里也是一块大草坪 同样的很多人会选择在这里野餐放风筝 滨海湾花园 滨海湾花园就在金沙对面 不过不是公园里的每个地方都能看到烟花 毕竟树很多啊 所以大家记得要找这样子的空地哦 伊丽莎白女王过道 这个过道靠近富丽敦酒店 晚上站在河边 也是能看到烟火的影 总之啊 一切靠近今年国庆节举办地 政府大厦前大草场的地方 其实都能看到烟花 不过要注意的是 国庆当天那一带的人呢 真的会很多很多 所以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哦 记得早点去站个好位置 烟花观景地附近的地铁站有 政府大厦 莱福市访 滨海湾 海湾访 市中心 宝门廊 每周的庆典彩排预演 在晚上8点到8点20分 都会放烟花 这张就是今年国庆预演的时间表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或许多对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